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辐软星球 我是Jeffrey 今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 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去讲一讲 在一部电影中导演是地位最高的吗 很多人就是对这个问题比较好奇 就是在一部电影中谁到底是第一负责人 或者一部电影到底谁说了算 导演是不是最高呢 答案是 不必然 或者说不一定 为什么会这样 那么我们还是要从整个电影工艺的结构 来给大家介绍 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类别的关系 来给大家讲一下 一个电影剧组或者一个电影 它的大体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呀 首先呢 由一个出品方出钱 当然不一定是一个 可能是多个出品方出一笔钱 来去给一个制作公司 来去把一个电影生产出来 而这个制作公司 就会有一个制片人 来去负责整个电影的制作 而制片人其实就是这个电影的第一负责人 那么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互联网公司的这么一个人员的一个配置的对比 我们可以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电影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知道一个互联网产品 你会发现首先它的第一负责人应该是产品经理 而产品经理下面会有几个不同的人来去支持他的工作 一个是技术 技术总监或者技术负责人 第二个呢会有个运营负责人 第三个呢会有个市场负责人 而电影正好也有着三个对应的东西 首先这个产品经理PM就相当于电影中的制片人 他负责整个电影的把控 导演相当于技术总监 他负责整个电影技术层面 内容层面的一个展现的第一负责人 第二个还有一个是制片主任 那么制片它是整个电影的运营协调 各种东西的一个包括钱的一种分配和使用等等 这都是制片部门他来进行协调 第三个呢其实还会有发行和宣传部门 这有点像互联网公司中的这个市场 那么当然也有可能这部电影他会把这个宣传和发行 给另外一家公司去做 这也是有可能的 好所以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电影中的三个部分 一个是导演负责的创作部门 制片负责的整个项目管理以及宣传和发行 和互联网公司的技术运营和市场 它的这个思路不是一样 那么如果这样来看 大家会发现导演并不是整个电影项目的第一负责人 他是艺术创作和技术制作这个方面的第一负责人 其实旁边还会有一个制片部门来去支持他 包括怎么运用钱 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部门呢 有时候经常会这个比如司 对吧 因为这个部门说他的预算不能用这么多 导演会因为自己的艺术创作说 这个道具交用很厉害的 这个场景就要用特别厉害的场景 但是制片会说 嗯 要那么多钱 要那么多钱 你就拍吧 你会发现 就会产生这种样的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 他们负责的领域是不一样 那谁来去同意这个呢 就是制片人 所以你会发现在奥斯卡班奖等领上 有一个最佳影片的领奖 是谁去领奖呢 并不是导演 而是制片人 所以制片人领了最佳影片奖 因为他才是电影的第一负责人 但是你会发现在奥斯卡班奖 还有另外一个奖项 是专门来去评价导演的 那就是最佳导演奖 所以你会发现他的这个结构 和大家想象的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导演是最厉害 其实我觉得这还是基于这个非工业的时代 因为在非工业的时候 导演什么东西都得去自己去做 要自己去找演员 自己去搞场景 自己去搞技术 自己去筹钱 既然是你自己筹的钱 当然这个钱怎么用你说都算 所以这种模式的话 是一种独立电影 或者是一种比较小的制作 非工业化的一种电影 或者是一些个人的学生作业等等 经常会采用的一种模式 但是在真正的这个电影产业中 尤其是现在在中国电影 越来越成熟的这么一个阶段 你会发现越来越电影 都会按照比较标准的一种工业流程来运营 都是由制片人来负责市场的洞察 因为他是最了解这个市场是什么样的 所以由他来去选择一个方向 选择一个项目 然后由他来去找编剧 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 然后再去找导演做一个技术 来去把它创作出来 然后再去找制片主任来去进行运营 然后再去找这个宣传和发行 来把这个电影卖好 把这个电影的票房给卖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这才是这个工业化的电影中常用的一种结构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种模式 其实和传统的模式有什么优势呢 首先第一它非常有利于工业化 按照如果比较这种独立的 或者是比较个人化的这种作品的话 可能导演一个人他什么都要负责 那他不可能美术也做得很好 光也做得很好 演员什么都能搞定剧本都能搞好 其实这对导演来说其实不太可能 所以他更多的靠的是自己 而不是靠的团队 而工业化的电影它的核心是靠团队的配合 比如说越大的剧组或者是这个规模 越大或者是预算越多的剧组 你会发现每个岗位的人 他的重要性会更大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导演相反 没有那么的复杂 他的工作量没有那么多 比如说这个制景 那就可以由导演提一个方向 而有这个美术部门来去把整个设计来做出来 那这个美术部门可以有很大的发挥余地 比如说音乐部门作曲部门 他们可能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自己的创作在里面 包括摄影包括其他的各个部门 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创作 他是非常能够把各个部门的这种专业性 合作性协调性体现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优势 第二个他也摆脱了对导演个人的依赖 能够工业化去生产一个东西 能够让这个产品至少不会太差 是一个能达到标准的一个工业产品 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大部分的电影都在走的一个方向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导演其实他也是一个工作 他也是一个职位 他和摄影指导 他和美术指导 他一样都是一个职位 甚至其他的职位的钱可能比他会更多 这也是有可能 因为他完全取决于你的这个资历和你的一些经验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导演他的地位会非常高呢 当然可能你的这个非常的知名 国际知名导演你的地位可能会非常不一样 但是一般而言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导演他也许并不只是一个导演 他有可能就是这个影片的制片人 比如说李安他现在在他电影中作为制片人 所以他自己本身也对这个项目的把控有这个 当然也有一些导演会 比如说布南会找他老婆做制片人 所以这种的话就属于这个导演和制片人 关系会比较好 但是也有一种经常我会发现导演和制片人 比如说会撕啊或怎么着啊 也有这种可能 所以你会发现随着这个电影一步一步的工业化 最后你会发现所有的人他们都有一套标准的操作流程 每个人都有自己发挥自己创造性 或者自己专业能力的一种一种舞台 每个人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最大 你会发现这个电影他就能够更为成功 而导演他是一个艺术上的一个总体把握 而制片人他最核心的是要对市场负责 他让这个东西能够卖得很好 能够让更多的受众和观众喜欢 这是制片人他所需要的负责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制片人 他怎么样带着他的制片团队导演团队和这个宣传和发行团队 一起来做出一个好的工业产品 所以经过今天这么一个分析 我相信大家更多的了解了 在一部电影中导演到底是不是一个地位最高的 当然他有可能是 尤其是他是投资人甚至是出品人 就是出钱的这个人的时候他可能会更为重要 好的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如果大家对影视行业中其他的领域或者其他的方面比较感兴趣 也希望大家通过评论来告诉我们 也欢迎大家继续订阅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